黄轩和baby主演的创业时代播出到现在,可以说是冲突不断,很有看点,哥新年在成功的得到洛贝斯投资之后,就遇到了新的难骑,由于被起诉,被苹果商店下架,这对哥新年的魔晶团队,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打击,而在温迪的蛊惑下,魔晶的股东们,也都劝哥新年同意了。 李奔腾的收入方案,只有郭新年自己坚决不同意,而这时候的罗维就厉害了,简直是崛起的节奏,他在魔晶的基础上,进行了改造和生计,把社交圈的功能也加了进去,其实看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取入的微信功能了。 于是,金城,李奔了和郭新年,三方开始拉拢罗维,李奔腾是游刃有余,金城有嘴花舌,只有郭新年是真心是意,得想邀请罗维来帮忙。 其实这一点不是很理解,既然都已经把兄弟的女朋友弄到手,怎么还能把兄弟情义,愿意的这么自然呢? 不会觉得尴尬吗? 最终,罗维还是同意了郭新年的邀请,来到了魔晶帮忙,他们的任务也很艰巨,要在三天的时间内,把魔晶的下载量提高一千万。 其实郭新年的这个做法,让人挺费解的,因为在魔晶遇到危机之后,其实郭新年并没有什么头绪,是温迪去偷偷见了郭新年,得知他现在重新做出的软件。 不仅内容丰富,而且见面渐渐美观,这对魔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,于是就拷贝了一份给郭新年看,郭新年这才萌生出了想让罗维来帮忙的想法。 温迪之前跟罗维的事,郭新年也都知道,现在温迪为了郭新年开始当起了间谍,郭新年嘴上说着不愿意让温迪去为了自己当间谍,但是还不是因为温迪的提议, 把罗维给站了进来,恰了兄弟墙脚步说,还偷了人家的创意,郭新年你还能再不厚到一点吗? 更重要的是,兄弟俩交往的是同一个女朋友,还能这么愉快的坐在一起撸串,喝酒,能做这件事的,心还是挺大的。 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最近播出的剧情好看吗?